当地时间8月6号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0空降牌项目的 中国空降兵参赛队 搭乘空军专机抵达俄罗斯 这也是他们连续第六年参加此项赛事 参赛官兵是于北京时间8月5号晚 由武汉洋罗机场出发的 共计32人 能够为国出征参加空降牌项目的比赛 我的心情非常兴奋 我一定会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为军队争夺荣誉 为国争光 展示好中国军队的良好风采 加油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俄方工作人员对中方的物资器材进行洗销 对各类装备弹药进行检查核对 参赛官兵也将在完成核酸检测 医学隔离后 于今天转运至普斯科夫州比赛场地 进行维基两周的适应性训练 按照赛事安排 空降牌项目将于8月23号拉开战幕 分战车组 非战车组和定点跳伞等项目 与以往相比 新增加徒手搏击科目 重点比拼参赛队员的战斗技能和血性勇气 我们通过精心备赛 全力参赛 在与各国军队合作交流 同讯攻击中 锻炼队伍 拓展能力 同时吸收和学习外军的训练经验 提升我军官兵的计刀数水平 你现在是第一次的潟 一边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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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